各位学生大家好 先为我们进入第十章 也是最后一章 传播敦税 那么这章在学的时候呢 内容虽然不多 而考虑还比较固定 我们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这个传播敦税啊 它的内容均来自于我们的车传税 它以前是在车传税征税范围里的 因此它的很多内容 跟车传税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学时可以参照来学习 那下面我们先说一下 这一章的考证分析 我们让考试的分值呢 特别的稳定 大约是2% 是我们整个全部税儿里面 占比分值最小的 那么是非重点章节 酸小啊 这个蚂蚁头上也是肉 这个我们这个分可不能丢 因为它相对比较简单 那么2020年跟20年呢 本章考核了这个税款的计算 还有优惠政策 那么21年的时候本章考核了 税款计算跟征收管理 就那么几个点 税款计算 优惠政策 征收管理 而且呢 考核分值呢 很低也不难 因此我们呢 要做到不失分才好 所以我们学一种在学习时 做到不失分才算是满足要求啊 那么支点考核比较简单 因此我们找熟练掌握 我们的这个相关本章的一些习题 那么对我们一些核心的点 能够记得清楚的话 那么本章拿分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那咱们看本章结构呢 也是分账五节 这个结构呢 跟我们的这个更地战务税呢 很相似 那于是我们就进入第一节 来说啊概述 什么是我们的传播敦税 这传播敦税呢 是这样描述的概念 维护港口航标的建设 那么对从中国境外港口 进入中国境内港口的传播 所征的一种税 这个税呢 说了白了点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个停船管理费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当然我这个描述可能不是很严谨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别我们去理解 进外的船呢 到港口得卸个货啊 我得停几天 我风浪 我避避险啊 你一条好了 我要收费的 就我们停车是一样的 进车场了 你要收费 你开出去以后呢 把钱一交就可以走了 就这么个过程 所以进车场怎么办呢 这个人那个胎杆 就扫你的车牌号嘛 然后你出去以后 能扫个什么二维码之类交钱 这个也很相似 你进入我们的港口里面干什么 拿到一个执照 你要听多少天呢 哎 当你走之前 你把税货交完了 你再给我走 所以呢 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什么 一个停船管理费 那么第二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啊 做了解就行了 是对进出中国港口的国际航行传播 来征这个税 啊 你对我们这个 一些公园里面什么守华船 我们也征这个税 那不需要啊 只对那些跨境的 进出中国港口的国际行传 来征这个 那么继税时按照静吨位 从量计程 所以计算特简单 而税率又分为优惠跟普通 什么情况呢 如果这个船舶的居住国 就是国籍国 跟我们中国关系不错 我们就给你优惠待遇是互惠的 如果你跟我很一般 那就是普通税率 就这样 为了双方国家贸易 互相互费互利嘛 目的干什么呢 维护港口 还喊上这个公共航标的建设 又来像什么 城市维护建设税一样 他就这个用途 那于是第二节 我们说下征税范围 还有这个税率 那么第一 征税范围就是 刚刚我们说到好几遍了 也讲 进出中国港内的传播 要征这个传播 敦税 那么第二 这是税率 这一块 才是我们的重点 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个位置 这是重点 在这个位置 这备注这块 是我们需要重点把握的 那么 前面的我们这些什么 按照什么 多少进度用的级别划分呢 什么普通优惠税 你不掌握 这个考试都会给出的 但这个备注里面的 很多继续依据 要特别注意 而这里面有很多内容 跟我们的车传税 是一样的 你比如说我们 拖船按照发动机功率 每千瓦折 吨位 0.67吨 看是不是一样 那么还有 无法提供 静吨位的 这个 证明文件的 游艇 这块就不一样了 按照发动机功率 每千瓦 这个静吨位 0.05吨 这必须要记住 然后 后面第三点 又一样了 这个拖船 还有飞机动 舶船 分别按照 相同静吨位 船舶税率的 50%来计税 这跟我们 车船税 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参照 吃完税 来学习 所以我们从 第五章往后开始 就我们房产税往后啊 你会发现 它的很多 计税的特点 都是有共性的 这是我们必须要 在学习时 要会做这种总结 那么这块呢 也是如此啊 那么第三个 是我们的 船舶 敦税执照 我们简称 敦税执照 你进入我们港口 得领个牌照啊 弄个手牌 几点停的 停多少天 就这情况 我们根据也停的天数 那税率不不一样吗 那于社交我 鹿港的过程 一鹿港干什么 申请执照去 弄个手牌 然后呢 这里面 又注意一些 具体规定 应税传播 这个负责人 在每次 鹿港申报 纳税时 可按照我们 筹摸 敦税的税务 税率 你选一个 选一个 期限的 敦税执照 我们前面 不是什么 三十天 九十天吗 你是听多少天 你要是听二十多天 你就选三十天 那个 你说停的时间长 六十多天 你选九十天以内 那个 你选一个 那么当然 实际你可能 领了三十天 停了四十天 那都是 我们再去改 但总之你要先选一个 第二 甚至敦义执照时呢 应税传播付的人 应向海瓜 提要一些文书才行 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船籍国 证书 就是船的 住在什么国家 那船的国籍 或者海市 签发的 船博国籍 书的 收存证明 要证明这个船 是哪国的 为什么干这事啊 优惠税率啊 怎么刚刚不说的了吗 我们拍的 你是是不是优惠税率的 待遇啊 哎 才要看这东西 第二是 吨位证明 你吨位量级不一样 那税额不一样 所以要这两个就行了 所以这两个不要死记 你就想我们那个税率 这个税率里面 我们要什么东西啊 我们刚看一下 这里面有 普通跟优惠 你评论优惠啊 要看你这个国家 跟我们国家 有没有一些 优惠的协定啊 所以我们看你 这个船是哪国的吗 看国籍 第二看吨位证明 为什么 你不同吨位税的不一样 所以才要那两个东西 我们要这样去学这个知识 这的话 你就不用死定备了 出港就要教这个执照 那么这要注意什么呢 这个应税传播 在吨税执照期限内 因税务税率调整 或者船级改变 而导致税率变化的话 那么这个执照继续有效 你领的是30天执照 但是一停的是80天 那么税率变了 我们这个执照不改变 你按照我们那个实际的状态 交税就行了 那么第三节 税收优惠 我们也需要熟悉一下 那么第一个是免征优惠 有哪些呢 这第一个必须得记住 应纳税额在人民币 50元以下的 这个传播 我们就免税了 那么以50元以下 为个免税的标准 那么第二是 自境外购买 受赠 继承等方式 把船买回来 那么买的这个传播 你用所有权 那么初次到我们中国港 那种空债传播 这个是免税的 我们一般是对行驶的 那个拉货的拉客的传播 来进行征税 那么你现在说 我们进了一个企业买条船 买条船 你得从外过来 你在国买的传播 可能是 那这个情况下 人家一来过来 或者我们受赠的一些传播 你过来 那么一路港的话 一开始空载就是船过来而已 那这个情况下 我们是不征税的 那么第三 这个吨税 只要期满后 24小时内 不上下课的这个船 免税 就这段时间 我们不征税 不是全部不征税 而是这段时间不征税 你比如说 你是停了21天 按照我们的税 你把税交了 往交到天底开船走 你在启动 弄个挂个挡子之类的 反正走 这就要花时间的 就跟我们现在 电子交停车费不一样 你是这个 我这个停车场 你把费交了 你交了以后 你这样走 那车场里面又堵车 又绕 人家给你15分钟的宽免期 你只要不超15分钟 你走的话就抬肝了 你停的又差 你还在那 交完分 你还在那停着不走 他就开始计费了 是不是这样的 这样 大传播给你24小时的 一个 这个 时间延迟 但有个什么情况呢 人家24小时 不上下课的传播 你应不做活 就准备开始走的 这种 我们才给你这么延展期 你要上下课的话 那就等于是我们 又是常规状态 一样是那个时间计费交税的 所以这里告诉你就是 在24小时 不上课的时间 我就不再计费了 第四是 飞机动传播 那么 就是那些 人力的 划个什么批划艇 也在那什么国际比赛 从国外来了 我们还挣个税 这不需要的 你也不能往港口去停的 多危险 所以这里面 是个飞机动传播 但是不包括飞机弄搏船 拖船那种大平板那东西 那个不包括 所以这里面这个范围要清楚 那么在学的时候 主要是说下 我刚才说这个 理解我刚才说的一些特点 你才参照学习 你就即使记得不清楚 到你考试时 你都可以很快的做出什么 一些这个判断跟推测 用逻辑判断的方式 来圈重我们那个对的答案 那么还有针对捕捞养鱼 这个我们继续吗 我们又说好几次了 农业生产啊 猜动猜出来 应该不交税的 第六个 这个避难 还有防疫隔离 修理改造 终止运营 并且不上下客户 核心词在这 不上下客户 单纯的避个难 或做个防疫隔离 或者这个船不能走了 维修改造 你只要不上下客户 不做这个贸易之类的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计税的 好 第七跟第八 这个不用解释了吧 你看这个主体 你能明白怎么回事 第九个 关键词在哪 这个位置 你还说了好几次了 对不对 这都是免税的 那么下面我们看到 2020年的多选题 下列免征船舶 敦税的有 那么哪些免征啊 这一看军队这个 那免了 警用的免了 养殖这个免了 捕捞这个免了 就这个易选项 飞机动搏船 那么这是要征税的 就那个大平板的拖船 就那个大平板的 那个运输 那个一些货的船 那么这个是挂在后面那些 那是要征税的 所以选A B C D 第二部分是延期优惠 就是我们在时间上给你一个延展 那么第一项延长船舶 敦税值的期限 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延长这个期限呢 是这种情形 我们看一下 就是应税船舶 发生下来 情之一的话 我们有一个延期 比如说第一个 这第一个本来也不计税 但是你来就要申领执照 你做个登记点 你不能说我这不上课 我就往这随便就停了 怎么可以 我们要纳入管理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要申领执照 那么如果时间长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你批住延长 那么还有这个军队 武装墙 部队征用的 你把你船征用了 你自己不能用 然后停了很长时间 那个船舶 我们可以延期 就这么个情况 那么这两项是可以延期的 第二是延长申报期 那么刚才是延长那个执照 那个手盘的期限 你还能待多久 那么这个是延长这个申报期 你可以不用着急申报 给你延缓一下 这税不是不要 是你可以延缓什么 为什么 有些什么不可抗力之类的 比如说这个船舶因不可抗力 在未设立海关地点停泊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负责人要向海关报告 等不可抗力消除以后呢 马上申报大税 比如说遇到一些大的这个风浪灾害等 那么导致呢 这个时候我很难去申报 因为你没在设立海关的地点停泊 那只能是我们已经延期了 那么下面我们看个多选题 现在传播中免征传播敦税的有 英纳税有在人民币五山以下的 这是免税对吧 这个咱们刚说了 这个不免 那么自境外购买的传播所有权 出自进口到港的空债传播 这是免的 对吧 警用 这个不用说了 免的 那么这个敦税要期满后 二十三小时内不上客户的 这个免的 所以选择的是ACD 就这点支持点 我们必须要熟练掌握 那么第四节呢 就是英纳税额的这个计算 这个计算呢 就更简单了 怎么算呢 拿我们的传播竞对位 乘上定额税率 就可以了 计算非常简单 那么进队位怎么来的 由传级国政府 事员签发的 或者授权签发 传播吨位证明的那些 标明的进队位 那么以它为准 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更关键是 我们要会计算 计算也很简单 来咱们看一下 我们说几个计算 你是必须要掌握的 常规计算很简单 但有些呢 你还要重点记一下 咱们看这个 二零二年七月二十号 A国某运输公司 一艘货轮 使我们国管口 那么从境外使来 我们要设计 这个传播吨税 当然 传播净吨位是四万吨 那么这个负责人 已向我国海关 领取了这个吨税执照 刚我听说期限 是三人天 给我国签了 这个户户的一些待遇 那么请问这个负责人 应向我国海关 缴纳多少 这个传播吨税 那咱们算一下吧 这个净吨位是四万吨 我们的执照期限是三二天 而且还是有优惠待遇 享受优惠税率 有什么找一下 左边找那个吨位 四万吨 在这个类别里 对吧 然后呢 再找税率时 要找这个栏目的优惠税率 然后呢 再找日期 这个执照就分一年九十天 三十天 那么咱们选三十天 到这个位置 那么应该是这个 三十三 所以我们就拿整个四万吨 净吨位 乘上三十三 就能算出这个税额来 好 那么再看一个 咱们把这个信息呢 稍改一下 把这个刚才那个船 改成是托船 并且告诉我们 发动机功率呢 是五千千瓦 别的呢 没什么变化 那怎么计算啊 这个托船不是净吨位啊 要把这个五千千瓦 变成净吨位 那怎么办呢 拿五千千瓦 乘多少来 零点六七 那么找到我们那个 税务吨的税额集次 于是我们找一下 五千乘零点六七 是三千多吨 三三五零 在哪呢 在这个栏目里 然后我们是优惠 税率三十天 所以选的是 二点九这个 因此这样一算就行了 但这里面要注意什么 别忘了这个托船 跟车船税是一样的 减半计税 这是我们学习一个重点 就在这儿呢 所以从第二个案例往后 注意都是我们要 特别关注的 因为它太特别了 那么现在这块口呢 还不是很多 所以你必须要掌握 我们这种知识 所以前面的换算 六点六七 是一个核心点 这个百分之五十 也是 你看跟车船税 是一样的 对吧 好 再说一个 再改一下 游艇 那么这块呢 都不变 游艇告诉我们是 一万五千千瓦 那怎么办呢 要把这个也变成净吨位 成多少来 这个就不是零点六七了 是多少 零点零五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就要乘一下 那个 换算出我们那个吨位来 那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一乘以后的七百五十 在这个第一个集策 还是三十天优惠这个 那就是这样了 是不是这样的 这样一算就行了 而这个游艇没有减半 所以真的我们前面的 像这个游艇 像拖船 像飞机用舶船 这个换算 还有这个拖船 跟飞机用舶船 那个减半 是我们必须要重点把握的 那么上述几个计算 如果你能掌握的话 那么这块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就够了 好 那么第五节 征收管理 我们需要熟悉的内容 那么第一个 纳税义务时间 针对这个传播敦税 那么在什么产生 纳税义务时间呢 我们看一下 敦税 纳税时间为 应税传播 进入港口的当日 那么当日就产生 纳税义务了 那么第二 应税传播 在传播敦税执照 期满后 尚未离开港口的 应当申领新的 敦税执照 如果三日天 这个到期了 你再领个新的 那么自上一次 执照期满的次日 起继续 要续缴这个敦税 那么期满的次日 要续缴 因为你还在那停着呢 那么第二 征收机关 很特别是海关 而不是我们税务机关 这个海事方面的 像我们这个 关税 像我们的这个 传播敦税 及我们进口环节的 一些增值税 消费税 都是由海关来负责 那么第二 用于依法履行 敦税 纳税义务的 这个担保财产 就说你这个 是个境外的传播 你这个 不是偷偷偷跑了 那怎么办呢 说要有一些 担保的这个财产 你就跟我们 有时候出国也是一样的 你现在因私出国 就是我们个人 旅游出国的话 去某些国家 这个国家 他觉得他自己还不错 自感觉很好的时候 他就要求你提供很多证明了 就什么存款证明啊 什么工资流水啊 就和我这样的东西 你要去一些 这个国家的整体条件 不如我们中国的话 他就很宽松 你去的话 就可能是落地钱就可以了 那要去一些这个欧洲啊 什么澳大利亚等 这些国家的话 你发现你要去旅游 就要交很多东西 特繁琐 那干什么呢 他也在让你提供一个担保呢 他怕你来了 可能不走了 来充分享受当地 他们医疗条件之类的 可能有这种想法啊 那我们这里一样啊 你这个 船是外籍传播来了以后 你再跑了 这个不好管 这种怎么办 我们不能拦个网子 也抬根落根一下 那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就有个担保财产 那么这里有哪些可以担保呢 人民币这不用说了 还有可自由兑换的货币 那么还有些 这个金融机构的票证 像汇票 本票 支票 债券 还有存单 那么还有呢 就是银行 还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保涵 那么还有其他 那么前三个这个类别 我们需要能够注意一下 能区分这三个类别 是我们担保参加的范围 就可以了 那么第四个是我们 纳税期限及处罚措施 那么第一项 应税传播负责人 自应当海关添发 敦税缴款评论之起 15日内 要缴清税款 由海关添发 这个缴款评论 就是我们缴款书 那么好 添发支起 15日内 你必要 结款 否则就会 受到这个处理 那等于延迟纳税的 如果你没有按期来缴款的话 那么自质纳税款 至起 至缴清税款 至止 按每日 万分之五 加收质纳金 这个万分之五 是我们争管当中 通行的标准 这个质纳金 一般都是万分之五 我们在学习 那个税夫 是不是就会学到 这个具体标准了 那总之都是万分之五 我们增值税 别的储得税 都是万分之五 你延期大税的话 我们是你故意延期的 不是我们政策允许的话 就会牵着这个质纳金的 计算问题 那么第二 海关发现少征 或者漏征税款的 应当自这个传播 应当缴纳税款之起 一年内 要补征这个税款 发现这个征少了 或给漏掉了 你这个 没有完成纳税义务 那么于是呢 他要做这个处理 那你说人不来不得了吧 那这个应该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长期贸易的传播的话 你一路感到都做登记信息的 又是你 你上次就没有交税 那得了补吧 好 你还来的时间还挺晚的话 那这种情况下 你的质纳金还变多呢 所以一年之内要补掉税款 否则给你记录一些不良的一些信息记录 那么 但因为应税传播违反规定 造成少征或漏征税款的话 海关可以自应当较大税款 支起三年内来进行追征 那么三年的追征期 应当自账大税款支起 按日加征 少征或漏征税款的万分之五的质纳金 这个一样 通行标准 但总之这个追征期 有三年之内 那什么意思啊 如果这个三年之内 我们没有征到手的话 那么过了三年 那收据官 那么这个征管机关就可以放弃追征 就这个含义 好了吧 上述的规定呢 我们要能够清楚 第三 应税传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话 那么市务机关要做一些惩戒 那什么惩戒呢 先看哪些应税行为 第一个 未按照规定申报纳税 领取吨税执照的 第二是 未按照规定交验吨税执照 即提供一些证明的 那么这些情况没有走相关的我们 这个涉税程序 那么海关要签责令改正 那么责令改正处罚会相对要低一点 那么处罚点是 两千起 三万以下的罚款 那么如果你还涉及 不缴少缴税金的 你不仅没有走生贸程序 那个税你还 这个交的话 少缴了 或者就一直没有交过 该要没交 那么还要处以这个不缴少缴税款 百分之五十以上 五倍以下的这个罚款 而且罚款是不能低于两千元的 两千起 那么这个处罚措施呢 我们需要大体能够清楚 还有这个情形 以防万一他出的表细的话 就能出类似的表述 让你判断这个对错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第四章内容不多 我们就讲完了 于是我们整个的2023年 去玩基础班就全部完成了 我们讲到这么多以后呢 需要注意什么 我们基础班是为了夯实基础的 因此我们在学的时候 要稳扎稳打 一步一个脚印的来进行学习 虽然这个状态 让你在最开始学的时候慢 但你后面会显出 那个后积薄发的这个效果呢 那么在学的时候怎么学 那么后一本说啊 不要去死记 你要通过我们的逻辑的 内在联系把它串一块 所以要多想为什么 我在讲课时花了很多时间 都在讲为什么 那么希望能够帮助你 把它串起来 来做这个记忆 所以我们自己呢 要通过这个脉络 来掌握这个知识点 然后呢 画出核心词 比如说我们在讲 后面小这种时 老谈到一些很特殊的主体 什么饮水的那管理单位 什么公共租赁的那个单位 是不是这样的 哎 他们有什么特点呢 老是享受优惠政策 包括一些农业生产方面的 对吧 这就是核心词 你通过画出核心词 来掌握或加深这个知识 那么更重要是干什么 因为这些记的知识点呢 容易出现多元题 通过划分核心词 来帮你做筛选跟判断 那么提高答题的这个正确率 那么同时我们在自己学完以后呢 一定要回头做个总结 这是必须要干的事情 那么通过这总结呢 查缺不漏 然后呢 在总结时记住 不要光备老师的总结表格 有很多学员的学习方法是错的 这个老师真好 你看总结这个表格真简单 我就记他了 注意 你记的时候那个效率会低 为什么 你就当他高啊 你看我看一面记住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因为内容一多了以后 你发现那不是一个两个表格的事情 必须要自己画出来做总结 因为我的总结是老师自己的 在我脑子里 但不在你脑子里 你只看到一个结果而已 总结的过程你是没有的 说要加上印象的话 怎么办 要自己去做总结 自己画画那图 画个表格 把它放进去 你自己做总结 这样的话 他真正能提高你的 这个学习的效率 而尽如果把我们这个 整个技术班 扎扎实学好以后 他的真正用途不在于 你能应对考试 提高那个判断力 你长得很扎实 我们把那个题目 稍改一下信息 把那个里面选项 再变成什么实物的状态 你总是能够抓住核心点 能做出有效的判断 而不如一改个文字以后 你就不会去选了 这个背后靠什么 靠夯实基础 而这个基础越好的话 脉络越清楚 以后你工作时 才能真真正正的发挥 这个含金量 就这么过程 所以这是我们技术班的 整个特点 所以我们要自己 这个下手 不要眼高手低 不要老做减法 哎呀我这个课施少点 我这个听课快进点 等等这种方式 你太急于求成了 反而欲速则不达 那么我们把这个学好以后呢 是一团知识在脑子里面 还需要波斯抽检 能把这个知识 用在我们的这个做题上 那靠什么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 这个吸题班 我们通过吸题班 来讲一下这个考题的核心考点 讲一下答题的技巧 讲一下出题的规律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吸题班呢 再进一步来提高我们的作答水平 这样一步步下来 我们考试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那么整个的2023年 税务师 税务二技巧班 我们就到这里 大家辛苦了 谢谢 谢谢